二分一湯匙 吃得了沒有? 叫我流肚子不要吃那麼飽 吃你做的甜品到現在還未有得吃 那就可以了 我在做織磨合陶腦 很難的 那需要我幫忙嗎? 不要了吧 不對,我有一種機械可以幫你 我只是做甜品,要不需要機械嗎? 所以說你呢 機械不一定是很大件的 機械是一種工具 它可以幫我們更方便 或者更容易完成工作 哦,你在說這個合陶甲 就是了 機械有些很大 例如在工廠 貨櫃碼頭 建築工地 機械也有些很小 隨手你都可以發現很多的例子 例如罐頭刀 膠剪 開瓶器 胡桃夾 攪拌器等等 啊,你信不信我 其實身上也有一種機械呢? 蛤? 你不是想跟我說 其實你是個機械人嗎? 是啊,小姐 我還是一個會吃人的機械人 好可怕 其實我在說我衣服上面這條拉鏈 蛤? 那你可不可以用你這個機械幫我開這個合陶嗎? 好可怕 嘗嘗 真是用合陶甲手 有六種千多年前已經發明的簡單機械 它們仍然屬於所有機械的基本部件 這些簡單機械包括有槓桿 齒輪 斜面 舌子 螺絲 和滑輪 而最簡單 又或者最古老的 都算是槓桿 槓桿的結構很簡單 主要有一支主幹 主幹上面有一個固定點 叫做支點 主幹以這個支點作轉動 在主幹一邊放置寵物 稱為負荷 在另一個位置施力 就可以將負荷移動 槓桿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類 第二類 和第三類槓桿 第一類槓桿 是由支點在不同位置而劃分的 我們可以用木間斜 筆 和一些法馬來做示範 首先把間斜落在筆上面 把間斜是主幹 而支筆就是支點 而法馬是負荷 按下間斜就可以升起法馬 這種槓桿是第一類槓桿 這一類槓桿的支點位置 是在施力和負荷之間 第一類槓桿有一個特點 是當槓桿一邊向下推 槓桿另一邊就會向上移動 那這類的槓桿實際上有什麼好處呢? 你試著把支點移近法馬 你就會發現很容易將法馬升起 由於法馬靠近支點 力臂 即是由施力到支點的距離 長過重臂 即是由負荷到支點的距離 就會幫我們省到力 重臂越短 力臂越長 省的力就越多 但施力移動的距離會越長 是否去吃東西呢? 那經常去吃吧 執中藥 你有病嗎? 不是呀,走吧 來來來 你有沒有留意到 它們是用什麼來量度藥材的份量? 用個拼 拼都是屬於第一類槓桿的 木桿是秤的主幹 靠條繩來承托住 條繩的位置是支點 支點兩邊的木桿有不同的長度 短點一邊有個兜來勝在藥材 藥材就是負荷 而長短那邊掛有一個秤堂 要平衡個秤是靠移動的秤堂 如果負荷重些 就要將個秤移來支點遠些 負荷輕些 秤堂就要移近些 木桿上有黑度 當平衡了秤之後 憑秤堂的位置 就可以讀出要秤物件的重量 日常工具上面 還有很多例子是屬於第一類槓桿 好像個甲 鐵鉗 和剪刀 他們的結構都很相似 都是由兩支槓桿所組成 拆開把剪刀 就可以見到兩支槓桿 中間的膠 這裡就是支點 被剪的物件是負荷 而剪刀柄就是用來施力的地方 支點也是在負荷和施力之間 剪刀的運作 是利用槓桿和斜面的原理 不是吧? 悶不悶點 你又弄合圖了? 上次失敗了 不過這次我會再接再來 不會放棄的 啊,好熱啊 你說如果現在有一支汽水 你說多好呢? 好啊 嘩 嘩 今時今日這樣的服務態度 還不夠 你不應該幫我開蓋子呢? 是 是的 是的 啊,你知不知道 其實開瓶器也是第二類槓桿 第二類槓桿? 想知道嗎? 不如這樣吧 你拿一把木間尺 和拿一些法馬來 我做一個簡單的實驗給你看 你現在嘗試用手拿起法馬 看是怎樣 是不是很重呢? 現在 把木間尺放在這一邊 你先幫我按一下 然後把法馬 掛在木間尺的中間 然後你過去 用手拿起木間尺 看看感覺是怎樣 嘩,很輕啊 是不是輕了呢? 現在這把木間尺就是第二類槓桿 要成為第二類槓桿 負荷 在這個例子裡面是法馬 是在支點和施力之間 負荷會和施力向同一方移動 法馬和隻手一起向上或一起向下 這一類槓桿呢 力臂是長過重臂的 如果我們將它負荷 越接近支點 就是這個位置 那節省力就會越多了 是?讓我嘗嘗 咦,又真的節省力了 是嗎? 還有的 你跟我過來 開瓶器也是第二類槓桿的其中一個例子 嘩 嘩,這支是我的 別那麼小器 喝這支,阿哥這支沒什麼氣 用它來開汽水的時候 支點在瓶蓋中間 施力在開瓶器的尾端 而負荷就是在瓶蓋的邊 由於力臂長一點 所以一叫就很容易把瓶蓋打開 嘩,等等 這個合桃甲呢 都是由兩支槓桿組成 那為什麼它又屬於第二類槓桿呢? 讓我解釋給你知 合桃甲的支點呢 就是這裡 當我們在手柄用力一壓 鹽口那顆合桃就開了 這一類槓桿 往往會將我們的施力增大幾倍 所以很容易把合桃開了 我明白了 即是說支點不安在中間 安在另一邊 就算槓桿的病短一點 而力量產生得一樣大 又好像很聰明 那你知不知道有一種工具 同樣都是屬於第二類槓桿來的 它是一種獨立發明 因為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時期 都會出現相同的設計 你家裡也可能會有的 好 會不會是這樣的呢 又真的知道 沒錯 就是手推單輪車了 為何釣這麼久都釣不到魚 釣魚 釣魚是很講求耐性的 說實話 其實魚竿是第三類槓桿來的 第三類槓桿? 第三類槓桿的支點 跟第二類槓桿一樣 都是在主幹的一端 但負荷就在另一端 而施力是在支點和負荷之間 而力臂比重臂短 那這類槓桿就欠不了力了 對呀,你很厲害 就像魚竿為例 我手腕這一個就是支點 而我握著魚竿這隻手 就是施力了 而負荷就是魚竿的重量 以及魚勾上面的魚 那條魚 每次連骨道一隻手 給一隻手 是一段時間 是唯一的 骨道大師 他ère尾酒 他還要醬 拿來 骨道大師 再叫一隻手 不是用麵ưởng的顏色嗎? 但是,你一樣是用麵包的 你都用來熟 & 這樣 我喜歡的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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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這條顏色 我現在沒有什麼顏色 我吃了已經不少 我就要吃了 我吃了 我還會把顏色 我覺得你不如 你不如假尷尬 你不應該是不稀色 我喜歡的顏色 正好,剛才一條很夠吃的 不如這樣吧,我請你吃下午茶 你經常顧著吃的,先吊這條吧 謝謝 請問要多少糖呢? 請問兩顆吧 好啊 其實糖甲也是第三類槓桿來的 又是? 當然了 糖甲的末端就是支點 而我手拿著糖甲這個地方就是私力 負荷就是粒糖的地方來支點最遠 讓我嘗嘗… 你要多少粒糖呢? 五粒 好的 不是啊 這樣夾糖也要用很多力 有甚麼好處呢? 不用糖甲,難道用手也不合遺生嗎? 喝茶… 其實我現在也在用第三類槓桿 又有?在哪裡? 就是我的手臂 是 當我利用隻手拿起重物 支點在手掌的位置 當上臂的肌肉二頭肌收縮 就可以拉動前臂,令到手掌彎曲 前臂上舉,把手掌著的符河提起 多謝你教我這麼多東西 你這麼好人,請你吃三文治 這麼客氣啊? 說實話,其實我們的嘴巴也是第三類槓桿 蛤? 上下額連接的地方是支點 連接點前面的肌肉產生施力 令牙咬著食物,即是符河 而施力亦是在支點和符河之間 牙越接近上下額的連結點 產生的力就越大 蛤?哪裡有狗啊? 怎麼了?你怕牙咬你嗎? 其實狗的嘴巴也是第三類槓桿 那不如這樣吧 你用你的第三類槓桿 和狗的第三類槓桿比一比 不如這樣吧,你合上你的第三類槓桿 讓我靜靜地慢慢地享受背茶